白雪姬是什么 金钱蟹合又是什么 龙汤凤翼又是什么 咖喱和咸蛋黄怎么会混在一起 光靠噱头可不行 还得有点真本事 我们采用的是百分百的火烤的牛肉饼 都是采用这种三两以上的白撒腰 如今里边只能飘空一心 我们这个米粉 目前来讲在上海 应该是我们还原多时早点 更有缩粉大挑战等着你 你能缩几碗粉赶紧来挑战一下 反正加粉不要钱 大家好 我是葛小倩 美食界每天都会有新面孔 新气象 比如说老郑河开了郑河茶几奶茶窗口 老大头开了善道米店 乔下山也有了咖啡品牌乔咖啡 老字号老品牌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那新店自然是不甘示弱 出新招了 比如说接下来上榜的这第一家店 他们的新招有点特别 请看我的手势 具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呢 稍后来为您揭晓 接下来带你吃的这一家店呢 就在商场的地下美食街上 而且是个五星级九年大厨开的店 在这里我这么适当主持 是不是弄错了呀 当然没有弄错了 那就是这里 五星级九年大厨为什么不能开小店了 你要知道做好整天的大菜靠的是团队 而做好一家这样的小店 靠的就是大厨的真本事了 这是一家有家乡情怀的米粉店 老板本身是湖南人 想让在外的湖南油脂 缩到家乡的味道 所以在上海开了这家店 这位正在地里忙碌着的 就是刚刚说到的五星级主厨了 从菜品把关到整理桌子 不论事情大小都亲力亲为 在湖南 正宗的长沙米粉是用扁粉做的 至于味道如何 看看这么多食客就知道了 有的食客甚至连汤都要喝光 现在为你们解密了 这个动作就是磨米粉 而且为我们展示磨米粉的 竟然是这家店的老板 老板你好 你好 老板周赞 湖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湖南华天大酒店主厨 江湖人称米粉哥 确定是老板哦 是的 一般磨米粉都是小工来磨 看到没有 这家店是老板在磨 好像蛮辛苦的样子 所以你看老板的手臂 来跟我对比一下好不好 全都是肌肉 老板你不用去健身房了 对 你们以前都要磨多少米粉啊 我每天要磨五六十一米 这么多 对 而且磨出来它好粘稠哦 一定是有这个石墨才会磨出这种质感 是吧 是的 因为湖南米粉啊 它本身的这个保持细不是很长 一般的情况下面只24个小时 为了保证这个米粉的口感或质量 我们就选择了自己现磨现做 现磨现做 对 那它这个米是用的什么米啊 这个米呢 一般的米不行 我们从湖南 东东湖去的那个找到米 也叫鲜米 人家说做豆腐有豆腐西施 你这是米粉 米粉 我是米粉大哥 米粉大哥 对啊 我叫米粉哥 是正宗长沙米粉 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米粉大哥哦 嗯 在这里你能亲眼看到 一粒米到一碗米粉的蜕变 现磨现脉 之后把磨好的米浆铺在盘子里 蒸也很关键 30秒不能多也不能少 时间少了米浆不成形 时间久了米粉就糊了 到这还没结束 还要晾干 好的粉皮是厚薄均匀且有弹性的 然后叠粉切粉煮粉 虽然每步都小心翼翼 但又一气呵成 当然想要做好一碗正宗的长沙米粉 粉只是里面的四要素之一 这第二要素就是汤头了 放在老母鸡 第二个放在巨骨 还放在香料包 因为在芙兰酥粉啊 芙兰粉它不是用冷汤 它是用清糖来做的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 看似清澈 但是我们的汤底的香味是很能语的 如果说前面两个要素 起到了灵魂的作用 那下面这第三要素 盖码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盖码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焦头 在这里光是焦头就有12种 最受欢迎的就是红烧牛肉 骨汤三鲜和酸辣肉末了 但其实它们之间也是有排名的哦 老板哪一款卖得最最好 我们目前是今年双辣肉末米粉 这个哦 对 肉最小的卖得最最好 是的 那是不是它里面的笋很有特色啊 这个笋是我们来自我们湖南牛腰的这个干明笋 还有一个这个双这里很特别 也在我们湖南栽有 这个是湖南的风味双菜 什么 风味双菜 风味 风味双菜 风味 风味双菜 做的最重整的一款 我可以这么讲 我赶快来尝一下 请慢 缩粉是有规矩的 这就是缩粉的专门的这个小菜 还这么多小菜啊 哎呦这个料好多好多 嗯 对你看这一酥 你就第一次缩粉的酥这么捐意 缩粉就要缩去感觉了 缩去声音了 刚刚声音太小了 再来一次 黄老师 嗯 怎么样缩粉声做饭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真有感觉 我们这个粉很入味啊 它这个粉呢不算稀 但是非常之入味 你可以吃到那个 笋的鲜 酸豆角的酸味 然后各种角它的味道 综合在去 非常之丰富 福利时间到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陶贼上海微信公众号 回复节目稍后公布的关键词 就能获得今天一元秒杀链接 虾老的双人米粉套餐 就在其中哦 记得六点整准时参与哦 虾老长沙手工米粉 新店爆料 五星旗酒店主厨开的长沙米粉店 让你足不出户 就能吃到正宗的长沙味道 说到接下来这一家店哦 在龙华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校 是真的有事实依据的 这边有一个烤鸭店很出名 您知道吗 南风烤鸭店 南风 就是那个南风呀 南风 南风 南风烤鸭店 不过说起来这个老板 是有点不大会做生意 竟然还现实销售 问其原因啊才知道 原来是为了保证鸭肉的新鲜度 热度以及口感 所以呢 每天上午是九点钟一批 下午三点一批 瘦完极止 你别看他店小 做起烤鸭来 那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诶 切雅没吃了 不能带我吃什么 你怎么挑战我就告诉你 挑战什么挑战 你把这个荣誉都念出来 我就带你去吃 念出来 哇 这家店这么多荣誉啊 这个不是很简单 你不知道不宜主持有一节客 就是一定要爆菜名 对吧 来啊 这个是周世雄大刀腰片火锅 拿了2018年度百万轨道 足推荐品牌 这个是重庆城市推动 你美食力量星味品牌 征选最中的老重庆火锅 征选人气重庆火锅 哇重庆本地人 最喜欢的火锅第一名 食货人会聊天火锅 还有那边火锅容破火锅人气王第一名 哇 哇 小倩就算你勉强完成任务吧 你要叫重庆那是遍地火锅店 他能拿到人气王 肯定有两把刷子 去看看 走 小倩口中获得了这么多荣誉的店 就是这家从重庆火到上海来的周师兄火锅了 即使是在火锅遍地的重庆 周师兄的人气也是一直居高不下 现如今在上海虽然只开张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也已经收到了上海食客们的热烈欢迎 想必此时这些在外等候的食客 一定很羡慕在店里吃火锅的他们吧 不过别着急 美味是需要舍得花时间才能等到的 现在已经排到96桌了不是吧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小倩可别抱怨 比你等的久到大有人在 等了多久 一两个小时吧 我一共排了将近三个小时 我们来得早也就等了一个小时吧 慕名而来 知道这个周师兄在重庆特别有名 小倩你还是慢慢等吧 想要吃到正宗的重庆火锅 还是要付出点时间的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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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轮到我了 走了 走了 哇 终于心来了 饿死我了 你需要我帮你推荐菜品吗 不用 我都做好功课了 既然来吃重庆火锅 你给我上一个全辣锅 不要鸳鸯锅好吗 还有你们的九大特色菜 都给我上一份 这九大特色菜可不是店家随便订的 而是根据菜品的受欢迎程度 挑选出来的 其中名列前三的是 土厂鲜毛肚 师兄鲜鸭肠和手工五龙小粉 这些都是重庆本地人爱制的顺品 他们家的小粉是专人在现场手工制作而成的 但到这吃火锅 首先还得看锅底 要知道即使在火锅如临的重庆 周师兄火锅也能够拿下重庆人气火锅王第一名 那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家在底调上究竟有什么讲究 我们这个火锅来从清炒延续至今 我们用的是贵着这个黄羊的小米辣 还有汉原的冻椒 然后再加上优质的牛油 手工炒制而成 我们的牛油的话它是精挑细选 选用优质的一些牛油 12小时小火慢熬的小块细切 收的均匀 这样的话它熬出来的味道才会更成香 像这个锅底的话成本在多少 你能告诉我吗 成本我们都亏着卖的 真的啊 对 你看市面上都卖七十八十 我们只卖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 根据这个人数来定价 一般人来火锅店就是像我一样 吃鹅肠 吃一些血 吃些毛肚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 来周师兄 一定一定要点他们的腰片 你们家的腰片怎么会这么有名啊 我们这个腰子啊 选材比较关键 都是选用三两以上的这个白沙腰 十斤里边只能挑出一斤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中选油嘛 要符合我们这个三两的这个白沙腰 它其实是不多的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他们家偏腰片的刀 是精心选用大马士隔钢 耗资一万六千八百元定制而成 刀面上有一层特有的纹理 并且表面上有细细的威力 这样片出来的腰片有气口 厚度不超过零点三厘米 所以吃起来更入味更爽口 提醒一下 腰片顺煮时间不宜过长 二十秒即可哦 二十秒出锅 一定要斩这个干饼 要斩根饼 这是我们的万能饼 来一点来一点 哎呦哎 这个腰片怎么一点都不删啊 一般腰片要吃起来滑 一定要蘸那个蛋液 对 他们家你看我是直接下锅去算到 什么都没有焦哦 嫩的不得了 脆的不得了 滑的不得了 周师兄火锅 清电爆料 大刀腰片搭配传承锅里 品尝正宗重庆火锅味 走过这个如星空般璀璨的入口 仿佛置身于某个热门的视觉艺术展 但是这其实是一家餐厅的等位区 这么酷炫的等位区到底属于哪家餐厅呢 这家餐厅啊叫做上海猪雀茶室 你不一定听过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它前面还有三个字 相信有很多粤菜爱好者呢 一定不会陌生 那就是会食家 米其林一星餐厅的会食家开茶室啦 会食家从1992年的一家广州路边大排档 到今天的米其林餐厅 猪雀茶室是会食家在上海开创的全新品牌 目前已经有五家店 这家开在徐家会的猪雀茶室不光是环境 连菜品也一样让人眼花缭乱 你看看像这个白雪鸡是什么 金钱卸和又是什么 龙川凤印又是什么 因为每一家猪雀茶室的定位都不同 像我们这家店的话 主打了上海怀旧 所以我们从事了很多的怀旧老产 白雪鸡原属米菜 也是原来外滩东风饭店的名菜 构思精巧层次丰富 私下网上分别是鸡皮 鸡肉 虾脚 蛋清 火腿和豆苗 而这道龙川凤印则是梅龙镇酒家的名菜 鸡尾虾外面包的其实是鸡中翅 金钱卸和是不是看起来 有点像我们上海人的油墩子 不过人家里面包的可是卸粉卸肉哦 外皮吃起来更是脆的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超级超级脆 至于口感有没有亮亮说得那么酥脆 还得让你亲自来品尝一下哦 上海猪雀茶室新品爆料 惠世家旗下的精致平价餐厅 更能吃到记忆中的名菜哦 终于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有没有想要带些什么美食 一起去踏青呢 现在我就来到了非常人气的汉堡王 听说他们家又出新品了 而且很值得令人期待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提起汉堡王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 不断创新的他 这次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汉堡王之新品测评要开始咯 我已经非常之期待了 来 经理来吧 不急不急我们一月来 今天先推出的是我们的当家花旦 爆料虾牛宝 可以尝试一下 当家花旦啊 是 说的是我了啊 爆料虾牛宝 哇 你看这个汉堡里面 除了有酱汁酥菜之外 牛肉饼有虾看到吗 哎 它闻起来会有一种 特殊的香味在里面 先尝一下 你一口咬下去 你是吃得到丰富的口感跟弹性的 重点是这个酱料吧 它是那种流沙包沙沙的 就有点像东南亚菜系 有点像泰国菜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有咸蛋黄在里面 是的 这次是我们新产品下族的功夫 我们采用的是百分百的火烤的牛肉饼 顾心选用的是百分百的火烤牛肉饼 酱汁也是选用东南亚风味的咖喱酱 搭配上沙松油润的咸蛋黄酱 值得一提的是 咸蛋黄 选用古法草木灰腌制的鸭蛋 区别于普通的黄泥血鸭蛋哦 这次咖喱蛋黄酱也用在了我们首选的那个卷类上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正餐推出卷类产品 里面有咖喱蛋黄酱加上我们的风味之腿排 还有Q弹的南美大虾 你可以尝试一下 哦 我明白了 就那个酱是一样的 就刚才那个是虾牛宝 是 现在这个是虾鸡卷 对 虾鸡卷 对吧 哦 也是一样超级香 这个酱汁味道很浓 也是一样那个咸蛋黄沙沙加咖喱的味道 这个饼皮啊 它吃起来呢 又有那种烤鸭饼皮的软糯 但是呢又有那种嚼劲在里面 这个饼皮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讲究的 我们是一半是用烫水面 一半是用冷水面 再加入了植物油和植树油 控制这个烙饼的时间 使它的风味更美味 此次汉堡王四月新品里 还有不能错过的芝芝霸鸡翅 毕竟八种香料七道工艺 每一处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此外还有芒果多多派和酷黑巧克力派 看着爆浆的程度 都是值得一试的新品哦 我们这次还推出了三款新的冰淇淋 给让你尝一尝 这个冰淇淋哦 吃起来它是很润滑的 而且它奶味特别特别的浓郁 除了风味浓郁的华肤桶 还有有着大颗草莓果肉的 磕磕梅梅梅新蒂 颜值美味双重体验 此外脆皮坚果新蒂也是不能错过的 一层巧克力酱 一层北海道风味冰淇淋 再混合香脆的扁桃仁 美味层层递进 一个新蒂三重享受 这样的美味 王老师是不是已经招架不住了 这真的好好吃哦 因为巧克力酱在上面 它已经有点像固体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巧克力片 就脆皮的超级好吃 既然我们这次配出了这么多新品 都这么好吃 我们可不可以拿给大家 让大家来尝一尝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吗 可以 看看食客们的大快朵银 汉堡王四月新品爆料 真的来奇了 好像感觉除了咸蛋黄里面 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是咖喱酱 咖喱酱吗 咖喱不是东南亚那一块的吗 而且咖喱和咸蛋黄怎么会配在一起啊 但是是好吃的 很好吃啊 这个鸡是一种外脆里面的感觉 而且汁也特别多很香 美食新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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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汉堡王等你啊 汉堡王新品爆料 汉堡小食甜点等爆料来袭 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汉堡小杂 和大家一起来 下期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拜拜 美食情爆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到汁的面包包是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只有晚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尽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就不能吃火 而且说这是上档式的团菜